這個要代班的人是 有想好是誰嗎 一定是最近都是在新聞上 生僑成傷的人 小人 我 誒 誒 不是不可能 我這個人就是深冷不濟 也沒有什麼敵人 吳宗憲深冷不濟 要往小飛上節目 太刺激 勸吳山儒有孕 不要再成 不要求那個功力 只要求端端 吳宗憲28號錄製節目時 透露懷孕7個月的女兒吳山儒 將在明天請3個月產假 節目代班人選 將以啦啦隊女神為優先 那有特別想要跟哪一位啦啦隊女神 有啊 林翔啊 君君也可愛啊 君君要拍戲 哦 你真的聯絡過了 大概1 2 3 4 5 6 大概有7個 然後呢 萬眾矚目的反而是一個男生 有請男生 那個男生講出來你會嚇一跳 不要跌倒 該不是許光漢吧 一定是最近都是 不是在新聞上 事僑成傷的人 啊 啊 我 欸 欸 不是不可能哦 我這個人就深冷不济 也沒有什麼敵人 憲哥坦誠有悍汪小飛 月揚通話40分鐘 無辜的床墊23號被摧毀時 他人呢也剛好在S Hotel開會哦 你覺得那個銷毀床墊很荒謬嗎 一點都不會啊 我曾經有一任 我回到家以後 嗯 我的床呢 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人去船空 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跟小飛講啦 就是說啊你們這樣 你一來我一往也好啦 讓我們台灣的天空啊 也多了一點色彩 要不然每天都看政論節目 也很累嘛 對不對 這個比綜藝節目好看 盡可能就是呼籲他們 算了 過了就過了嘛 可以給祝福了 就不要給詛咒 選後就來了 選後還有一兩年的時間啊 對啊 對啊 來了會派世見面嗎 不會啊 有什麼關係 來上節目都可以 那個太刺激了 你就不要再 好不好 我從29歲那一年 你生出來 爸爸幫你生出來以後 我就知道我的責任跟任務 所以很多事情 我都非常的小心 你看這個女兒就是 嗯 就是不小心啊 你看 出道 在這裡出道 跟著爸爸一起做節目 緋聞 就跟毛毛男 後來還好那個毛毛男 那個 後來就沒有在一起了嘛 不是 後來就是他老公 然後人家也沒有泡湯 老周就真的去泡湯 我就跟你講 無所謂 想要約泡就約泡 不要再亂講話了 約泡湯 你是一個演藝圈的模範 不要跟我們這種 好不好 那沒有辦法 人在江湖中嘛 對 與其好變在 於不得已耶 所以沾惹了非常多的 塵埃是非 我覺得你現在已經進步很多 你長大很多耶 長大喔 對對對 你現在都還會 還會真實的說出 不干我的事這樣 我就很替你高興 因為其實大概20年前就很多 都不干你的事 對 對對 聊聊選舉嘛 不要啊 哈哈哈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